今天网络人们吹底下视频 我们笛子的口风啊 是这样拉开的 他这样的嘴型肯定是不行的 他这个笛膜都破了 也不知道贴一下 哪怕贴张纸都去 再说了笛膜破了 你把膜孔稍微清理一下 就都翘起来了 一个小啾啾 算什么回事 你是之前就有这种正装 后来在剧中听到的笛子是你吹的吗 戏中的笛子是后期配的 很诚实 练得最好的时候 吹到什么程度 就是把长相思主要的精华的部分吹下来 作为演员来说 学成这样已经很可以了 稍微做个配音吧 有好多粉丝也更好 给我发了花花老师的这段视频 但是 我好像是 你的 我大概看了一下 手指该动的地方都动 关于长笛的指法 我不是很知道 这不是我的专业 所以我们来问一下专业人士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错 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 好像右手的食指 剑慢的时候按得快了一点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严谣老师也说了 他的指法是没有问题的 在结尾的地方 音频有一个剑慢 但是他的手指 没有做剑慢 是直接按下去的 稍微比音频快了一点 这是唯一的一个失误 还有就是有一些气口 比如说这里 气口没有对上 但说明花晨宇老师是会吹 跟我上一期讲的一样 在演唱会里 一个是条件的限制 另外一个要保证质量的话 艺人的才艺乐器展示 大部分都是提前录好的program 能够完美的对上手型和姿势 就已经很好了 通过吹口判断 黎明老师拿的是尺八 这个管还有点力 但应该是补好了 但是音频的这个声音 是消的声音 这里呢 我稍微咨询一下 我的一个师哥 萧的音色比较固定 比较单一 那尺八的音色 它的变化比较大 OKOK 我刚才搜了一下 16年的时候 就有报道说过这个事 就是最开始是 有几个吹尺八的 给他们录过了 但是到正片 就不知道怎么 就改成萧的音源了 反正就很奇怪 可能是因为爱情吧 这就是 尺八和萧的音色类似 但是是不一样的 尺八的音色是这样 尺八的音色是这样的 尺八的音色更单一一点 尺八的音色变化更强 而且共鸣更大 尺八宋代乐器 这里说宋代乐器 不是很严谨 中国的尺八 应该是在隋唐的时候 宫廷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乐器之一 现在的观点认为 在宋代后期 尺八已经示威了 慢慢的就被消取代 逐致五孔 现在的观点认为 中国的尺八都是六孔 传到日本之后 才发展成了五孔 也有某一本为史记载 是在宋代的时候 变成了五孔 然后再传到日本去的 当然这也不可考证 这个是吗 这个也不是 确实 这是个硝 好家伙 用手掀挖空也是 牛 我在寻找一种 失传已久的乐器 目前的观点认为 尺八在中国并不是失传 而是发展成了硝 什么乐器 尺八 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寺庙里找乐器 他怎么不去道馆里找合着呢 为什么还有胡罗斯 这也不是尺八呀 我们来看一下尺八和 现在南硝的区别 尺八是外切口 不封顶盖 南硝是内切口 不封顶盖 它的切口在里面 尺八的切口在外面 有一种说法是因为 外切口的声音不是很稳定 音色比较多变 所以为了稳定 在宋代就发展了内切口 但现在的日本尺八 还是保留了外切口 从六孔变成了五孔 所以现在的观点就是 日本的现在的尺八和中国的销 都是以前中国尺八 在两个国家发展的不同方向 说回来啊 这个为什么连切口都没有 哦哦哦哦哦哦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